大家好 今天我決定和大家VLOG一下 什麼都有點 沒那麼悶 我們今天的 agenda有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這個Current Body Skin Eye Perfector的分享 之前大家看到我的IG和Youtube Shorts都出了短片 都問我用成怎樣 待會我跟大家輕輕分享一下 另外我又搞了兩個美容容器回來 所以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搞了什麼回來 大家都很喜歡的Talk Time 我之前在IG問過大家 大家最近有沒有什麼想法、事件 需要別人安慰或者想看別人的看法 我收集了一些訊息可以在VLOG上 大家又有些東西看看又有些東西聊天 就會比較全面一點 最後當然是吃飯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看下去吧 先說這個 這個就是未來戰士眼膜 我旁邊放一條影片 你知道凹上去是怎樣 為什麼是未來戰士呢? 它的真名叫Current Body Skin Eye Perfector 如果你之前有看我分享 你看到我介紹它們的另外一個是LED面膜 就是全面 如果你沒有看到的話 我會在影片下載可以去看看 然後我看到它們出了這個 尤其是眼睛 我就覺得很不錯 我又想試 因為我們現在還罩著口罩 就只剩下眼睛 眼的保養都非常重要 就算不罩著口罩 都要照顧眼睛 因為眼睛就是暴露年齡的秘密 都是那些紋先 然後眼圈會令自己覺得很累 或者很浮腫 這個有四個波長和四個不同的光 有黃光、紅光、深紅光和近紅外線 它就是cater 我剛才所說的 眼圈、眼部不夠緊緻、眼紋 我自己用了一段時間 而且這個我都蠻勤力用的 我一個星期用了五、六次 因為它夠簡單 它是三分鐘的 就跟Face Mask不同 Face Mask是十分鐘 這個就是三分鐘自動飾機 你又是只有一個按鈕 你不會按錯的 變成你就套上去 乾淨的臉 對眼都不用塗東西 就套上去 然後就蓋上眼睛照三分鐘 然後它自動飾機 我建議因為你那邊很光的 我建議不要馬上閉大眼 跟Face Mask一樣 給多30秒至1分鐘 你蓋上眼睛休息一下 如果不是你拿出來馬上閉大眼 你會看到藍藍綠綠的 你會有點害怕的 但我通常是蓋上眼睛休息 因為它都是一首歌的時間 蓋上眼睛休息就聽著歌 它關掉了 再蓋上一會才閉大眼 那些顏色是正常的 所以不用擔心 這個我自己都用了一段時間 很多次了 我看到效果是眼部是明亮一點的 每一次都看見明亮了明亮了 但當然不是說我用一次就說黑眼圈不見了 不是這樣的 慢慢慢慢慢慢 而且我化妝就比較好 那裡要放多少粉才能遮得到眼圈呢 是越來越少的 我就知道那個位置明亮了 現在暫時我的淚溝那裡 還會有一點點深色 但其他位置我是滿意的 比起以前我覺得我都淡了很多 整個位置明亮一點也不錯 然後我看到眼紋淡了一點 但我也是那句 如果用這些LED的東西 就記住了 除了之後要塗R-Gel 要去補濕 臉那個也是 除完之後要塗自己的東西 要補濕 補濕那方面要做好一點 因為始終它們激活了細胞 所以細胞要搶東西吃 要給它們營養 效果就會更好一點 另外就是緊緻那方面 我也覺得很不錯 因為你罩著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拉緊 不是你塗東西的感覺 你罩著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拉緊 沒有那個感覺 除了之後都沒有那個拉緊的感覺 但我看我的眼袋 因為我起床的時候 如果我那期很累 或者塗那些眼產品 緊緻力不夠 我開始會出我的一元眼袋 是可以帶到一元的 而且樣子會很累的 我用了這個之後 當然再塗I-Gel 但I-Gel是沒有轉 我用什麼就是什麼 我看到那個頻率是小了 我起床有眼袋的頻率是小了 所以我覺得緊緻都OK 而且我化妝都很明顯 因為化妝遮不了眼袋 遮到黑眼圈 遮到黑眼圈 遮不了眼袋 我化妝的時候 這個位置 我都覺得比較平滑 沒有那麼多浮腫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覺得都是很好 很多人都會問我 如果LED的面膜和眼皮膚 我應該先選哪個 或者我應該買哪個 如果我只可以二選一的話 第一件事 我有一個標籤 可以幫大家省錢 你會用這個標籤 然後有一個折扣優惠 你真的可以選擇 我只可以二選一 我之前已經做了一個blog 我已經跟大家分析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按下方的連結 在資訊欄裡 按下方的連結 就過去看看 不要太多字 很少字 大家可以去看看 從而選擇一個適合你的產品 因為我不想這個影片太長 因為我還有很多事情談 所以我之前做了功課 大家可以去看看 Oh by the way 講多一句 差點忘記做 它有這個google的物體 如果對眼睛對光很敏感 但又想用的話 你手筆先可以罩住 然後再放眼膜上去 所以這個可以令你對眼睛更舒服 我自己沒有用 因為我自己比較懶 你叫我再罩什麼 我就覺得很煩 我通常就像我剛才說 罩完 先打開眼睛 然後按鈕在這裡 按鈕 它就光 光完之後我就這樣聽歌 然後聽完歌 我就可以抹大眼 我自己就是這樣 看你對眼睛有多敏感 喜歡這件事 這期我不是很喜歡 躺著瘦 滑著瘦 其實我沒有受什麼刺激 要減肥減到很瘦 這不是我的 purpose 只不過我覺得我在美容業 都很長的一段時間 你也知道技術是日生月異的 我都要繼續 我很想知道這些技術是否有效 又有多效 然後我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就搞了這件事 這件事 這件事 這部機是這樣的 然後它裡面有五個頭 這個就叫WELLBOX S 這五個頭是做什麼的呢 有三個是不同位置的滑滑 有兩個是臉部 臉部是臉部用的 這個不會熱的 因為家用不要太熱好一點 因為怕危險 這個就用了另外一個技術 叫做ENOMOLOGY 這個ENOMOLOGY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它是一個深層肌膜按摩 一個深層次的肌肉按摩 所以就有點滑滑 其實我自己用過幾次了 這個 我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 這個 這個尺寸是像以前的吸塵機的肌肉 或者是一些很延長的電飯煲 那些尺寸 這個呢 裡面有頭 有一個遙控 有一個操控 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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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選擇 有26個 可以選擇 這個說明書 跟這個箱來到的時候 我覺得簡單了少少 我自己上網找到WELLBOX的User Manual 它有一個User Manual 就是教大家 如果你想瘦個臉 或者想通淋巴 或者想瘦個肚子 瘦大腿 或者你只是想Firming 你覺得那些位置鬆的 可以怎樣按那些按鈕 還有做多久 怎樣滾髮 有那些細節 我都會放在下面 因為我覺得這個非常有用 剛剛我略略說了它是做什麼的 它用這個 Endomology 這個是FDA Approved 可以減淡橙皮紋的 除了瘦之外 還可以減淡橙皮紋 我想很多我們都有的 大腿背後的位置 都會有多少紋 因為有時候可能是生完小朋友 或者是Hormones Change 或者是你的Weed有一個Difference 可能有一個Extreme Weight Loss 都會有橙皮紋 這個可以做到那樣東西 可以減淡 另外就是滾住瘦 它是不會熱的 它真的很像吸塵肌 它滾滾的頭 Lifting那個我未用 因為我打算試在頸部 但我試過滾滾的頭 它有三個滾滾頭 是不同部位 我通常用三個的 因為我用來滾大腿 我用來滾一下 它的滾會有些震 根據你調校的強度 它會有兩個Roller 中間是刺的 你會覺得有些東西 滾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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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像吸塵肌 你想像一下 用吸塵肌去吸你的皮膚 去吸一下那個感覺 還有一點震 其實我用了幾次 你問我是否真的瘦 當然是沒有 我經常說你積的肥膏 都不是一天半天 你什麼期望 你用一個機器 一次兩次就能做得好 未見到真的瘦 但我發現了一件事 我滾完大腿 那兩條大腿超滑的 我想它也是BOOST UP COLLAGEN 滾完之後 覺得那個位置是滑滑的 這個機器在滾之前 是要塗一點東西的 塗回自己的東西就可以了 一個Light Moisturizer 如果你做臉的就可以塗一個Light Moisturizer 你做新的就可以塗一個Light Body Lotion 或者Body Cream 然後你去滾 而且我覺得都幾快 六分鐘而已 一條腿六分鐘 即是你當一部分是六分鐘 我覺得都不錯 而且我是很興奮 它這樣塗一下塗一下 然後又滾一下滾一下 可以不可以的呢 但我最初覺得自己會嚴煩的 不知道會不會攪拌一下 三分鐘熱度 沒什麼恆心 但我自己滾一下滾一下 我真的很想滾 因為可能它滾完之後那一刻 皮膚真的滑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很想滾一下 很想滾一下 很想滾一下 我現在就專注我兩個大腿 然後再滾其他位置 當然我保持滾那兩個大腿 我都希望看到 例如幾個月或兩月 看看結果是怎樣的 我再報告 去到另外一部 之前我看Merclare和Cosmopolitan都看到的 這部是Jokes J-O-V-S 不要緊我會放所有連結 按下去就可以看到 這部是脫毛肌 再加美容耳器二合一 我覺得都蠻特別 例如我看其他 通常脫毛就脫毛 未必有Skin Rejuvenating 這個就是有賣的 我又想找到 這個先拿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樣子超帥 是怎樣的 是不是超有型 這個還可以搖 可以搖 然後樓下這個位置 它有不同的頭 看看你要做哪個位置 你要脫毛還是Skin Rejuvenating 就配上不同的頭 然後就可以施展渾身解素 這個脫毛是用IPL的技能 都是用光學 但我試過是有風吹著 所以保持著皮膚不會過熱 亦不會覺得不舒服 你開啟的時候已經吹著了 斬燈的時候在那個位置 一直吹著 你的皮膚不會有任何不舒服 這個不錯 如果你追蹤了我一會 你應該沒有聽我說脫毛 我是蠻祝的 我是整個人都沒有什麼 腳沒有 Canada Area沒有 唯一就是Bikini Area 其實我也想搞了這個Bikini Area很久 但我個人比較老套 我不太想出去被人搞 因為我怕尷尬 有時候我走進某些地方 我以為別人不知道我是誰 然後他開始叫我Honey 然後我就 哈哈哈哈 有點尷尬 而且那個位置比較私人 我個人比較老套 所以我就想自己搞 所以我搞這個東西回來 另外一帶 為什麼我搞這個東西回來 就是它有Skin Rejuvenating 我之前因為頭皮敏感 引致到身體敏感 其實我的身體 尤其是肚子、背部、手這些位置 都有很多傷痕 那些印 不能忘滅 被我拗完之後那些黑色的印 但塗東西就塗不到這麼大範圍 而且不知道塗到什麼時候 我想再快一點 所以它也有Skin Rejuvenating 除了Prumming、Lifting、Increased Collagen之外 它還有另外一件東西 我看到我深深眼的 就是Pigmentation 即是那些不應該這麼深色的位置 它也可以用光學的東西 令它淺色一點 這個我會知道 因為我腳有、身有 其實你問我 我最常是遮蓋的 但是不知道 我覺得我弄走它 還是我自己會開心一點 沒有人看到 我自己看到 還有Mr.Honey會看到 但是我也不是做這件事為Mr.Honey 我覺得我自己是原本沒有那些印 然後因為皮膚敏感 也不想的 所以有那些印出來 所以我會弄一弄這件事 所以我就弄一弄這件事 我覺得Killing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因為可以看它Pigmentation 那個功能是怎樣之外 我還可以用它弄它 我看說明書 如果脫毛的話 10分鐘 它說一個星期一次 6個月 然後你會看到 那個位置 可能生長的頻率 會比較慢一點 比之前慢了 甚至乎 用多很多次之後 你不會看到它再出來 或者很少 這個也是我想知道 因為我覺得脫毛 脫來脫去都要繼續脫 可不可以讓它生長慢一點 脫得沒有那麼密 還有可能未來的人 只是不用脫那麼多 所以這個我都會知道 這個我會用完之後再報告 我用到差不多 下一看的結果再報告 如果大家對Wild Box 或者Jose有興趣說 不想等我評價 如果你想自己找到的話 我又幫你省錢 用這個標籤又有折扣優惠 看著鏡頭 用這個標籤又有折扣優惠 這兩個機器我都在linked下載 可以按過去 自己詳細看看 來到大家都最喜歡聊天 這部分 先喝東西給我 剛才說了幾個美容器 說了口乾 之前我在IG問大家 這期有沒有什麼 避免你 或者有沒有什麼煩惱 你想聽其他人的意見 或者純粹聊天 或者想別人安慰 有的都幾多 我就留下了 我發現工作方面的煩惱比較多 人事的煩惱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整個工作類別的東西 我會在另外一個影片坐下來和大家聊 我覺得工作上的事情 因為每個人的工作環境都不同 所以很難以片概存 但我可能不會跟大家分享 例如我之前有類似的經驗 我會怎樣看 或者那件事我會怎樣用一個正確的態度去看 因為沒有避免跟錯 建議是沒有避免跟錯 而且我不是在你公司做 有很多都是一句半句 我未必知道完整的故事 也未必是一個完整的提示 但我們這些純粹聊天 我覺得都可以分享我自己的心態上 或者是態度上的調整 另外因為我們剛才說美容器 就是關於美容器 我選了一個是關於美容器 我覺得就配合今天的主題 我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這位Baby說 因為她不迎合大眾的審美觀 她就想知道其實怎樣去調節自己的心態 不要經常跟別人比較 或者不要經常太介懷別人怎樣看自己 我應該在之前有些Vlog都分享過 未是一個全面的題目去講 其實我自己覺得 第一你要想一下這個大眾的審美觀是哪裡來的 不知道 總之就是看雜誌或美容器 你就會看到同一個沒有出來的東西 如果你看History都蠻有趣的 遠古年代的人不是流行瘦 是流行肥肥的 我們現在稱為微半 甚至是半 然後有微半的出現 你看到Marilyn Monroe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士 但她不是很瘦的 那時段不流行 到現在就說瘦才漂亮 每個人都以為瘦 然後我們又開始去掌握 individuality 不是每個人都要每樣瘦 微半都可以的 有一點肉質是nice的 總之健康就可以了 你看到其實 如果你看遠一點看闊一點 其實美是有個演化的 不同的人會覺得不同的東西是美的 審美觀 可能是你經常在社交媒體這些層面上看到 你可能會覺得是一個賭帽的美 大家的美都是一樣的 那樣就叫做美 但其實你再深層次去想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會有追捧她的朋友 所以是否美真的這麼單一呢 其實我覺得不是 只不過你每天都在社交媒體 你每天都在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很厲害 每個人都說很美女 很瘦 很瘦 頭髮都很漂亮 那些 你可能每天都在看著那些東西 就覺得那些才是美的 某一個女生可能很多人覺得她漂亮 但也有很多人會覺得 其實我又不太一般 我不是真的覺得她很漂亮 我想你也聽過有這些 所以我覺得第一件事要提醒自己的審美觀 在哪裡來的呢 閱讀一些東西或者去吸收一些資訊 那些資訊給你的東西是很單一 令你有這件事就是覺得我不符合大眾的審美觀 我覺得別擔心 因為你是你 你是你 因為你是你 You are limited edition baby 所以你不需要太介懷 究竟我能否符合那個層 而且我覺得如果大家都符合那個層 就很悶 如果大家都一起符合那個層 就沒有美女這件事 也沒有那麼美的人這件事 因為大家都一起是那個標準 你不會有漂亮和不漂亮的出現 你不會有好和不好的出現 因為你漂亮和不漂亮好和不好 大家都是相似的 有對面的東西出現 你就知道有不開心的東西 才會覺得原來開心是這樣的 或者有開心的東西才知道不開心是這樣的 大家都是一個對比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太介懷 我不知道你是否還是比較年輕 如果你比較年輕的話 我完全不明白那種 好像看到的東西不太合理 說是否漂亮又不算 是否瘦又不算 又有很多自己找到的不完美的地方 又再加重在尾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到這個時刻 我只可以跟大家說 我爸爸媽媽走了之後 我對看很多東西都放得很開 我以前都不是執著 但我更加放開了 為何呢 因為我覺得漂亮不漂亮是很其次 健康是最重要的 因為健康是無價的 健康亦可以令你做到很多事情 沒有了健康就令你不能做很多事情 即使你可能很漂亮 我覺得我們要欣賞我們有的事情 第二就是有時有些事情發生 我都會跟自己說 如果我明天不會再在這個世界上 那我會不會再花時間擔心這件事 這是一個真實去問自己的一個問題 令到那件事你縮小 因為很多時候 例如看其他東西跟別人比較 你是放到那件事很大 然後你就把自己有的東西放到很小 那你才平衡的心理 那我呢 如果有些事情發生 無論那件事多棘手 多無聊 我就去問自己 如果我明天 我知道的 如果我知道我明天不是在這個世界上 那我現在還會不會花時間 但去擔心這件事 說明是擔心不了的 因為擔心得到的 我想我不會問自己這個問題 我會去做了那個解決 但如果擔心不了的 即是可能買人家 我會否在這件事 我覺得你可以問自己這件事 如果明天我不是在這個世界上 我今天還會不會花時間去擔心別人 還是怎樣看我 I don't care 對吧 我想你都會說I don't care 我就是去做我自己想做的 吃我自己想吃的 見我想見的人 如果我明天不在 我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沒有空花時間去擔心 負責阿仇 怎樣去看我 我經常覺得 你自己做的事情 或者你自己的意見 你自己的看法 對得住你自己就可以了 你不傷害到別人 你不是去作間繁科 把自己的快樂 見到別人的痛苦身上的話 我覺得很多事情都不用別人去認同 因為我經常都說 別人不會知道它的全故事 別人不會跟你一起去 熬生熬死做那件事 他怎麼知道有多辛苦 在對面看過當然是容易 我經常都說 你critic 要去說那碟飯不好吃 我經常都說 你炒給我看看 你炒到身碎身寒 我看你那碟飯好不好吃 你敢說不要吃了 那件事 批評永遠都是最容易的 因為他不需要下手 他亦都不明白整個過程 有多辛苦 他亦都沒有感受你 說流汗 所以我覺得 如果別人批評你 或者別人覺得 你什麼 你不美女 哎呦 It's okay It's okay 那你就回答 如果真的有一個人這樣 如果每個人都美女 這世界很悶 我覺得有時候 你就是要 改變不了別人的 說話的模式 或者他對待你的模式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去控制別人 但是我覺得你可以 令到你的心態 扭轉某些思想去強大 去做reasoning 我覺得人有腦不要浪費了 有些事情你聽到 你去思考reasoning 那個味道是從哪裡來的 誰告訴我 是這些 這些叫美的 歷史 是不是都認同 只改好單一的東西是美的 其實我跟別人去比較有什麼位置呢 大家可能的Gene都不同 我不需要去比較 我做回自己 我覺得做人最重要是接受自己 我覺得努力去做自己是可以的 我們每天都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更好的自己 我希望我明天的自己 比今天的自己更好 可能我的髮型會更好 我的髮型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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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身體會更好 我想事情會有不同 我更加正確的事情 但永遠都是要跟自己比較 因為你跟別人比較是沒有意思的 如果我明天不在世上 我都會努力做好自己 希望活著自己 每一分每一秒 我可能會說得很亂 但我希望你能夠解釋 有些事情是浪費時間 有些事情要深層次去研究究究竟根源在哪裡 有些事情可以去想多一點 其實我這樣想的方向是否正確 或是要推動我的想法 歪一歪它 然後可能能達到天地線 就是這樣 我希望說得不會太亂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沒有稿 如果有稿的話 就覺得不全神 不夠興起 會好像背書 而且我懶 我不想再寫多一次 再說一次 因為我個人很容易悶 如果同一塊東西我要做兩三次的話 你會聽得出我是沒有興趣的 同一塊東西我不要做兩三次 我要很新鮮的感覺 我會做得比較好 也不是好 但是比較好的 我希望這個小說話 可以給你一些資訊 其實你會不會獨自 我覺得很多人都覺得自己不符合大眾的審美眼觀 但我們嘗試努力更好 我覺得不要太介懷別人的味道 而且每個人都會老 就算美女都會老 所以我深刻覺得美女壓力更大 可能她二十多歲的時候很美女 然後到五十多歲還要拿出來給別人說 現在沒有以前那麼美 然後我都心想 人家老了當然沒有以前那麼美 但你都看得出她的五官是精至她 她 used to be a美女 而且她的年紀都算是好看的 我覺得有時候不用說到這樣的 我覺得美女的壓力更大 這個你可能都要去想想 我們這些普通人沒什麼壓力 老了就老了 不會有人跟我說她以前比較好看 因為以前都未必在她們眼中的好看 所以不會用來比較 這是另一種方法去扭轉自己的思想 跟大家說完一輪 差不多時間到外出吃飯了 我換衣服就出去了 這次帶大家去吃沖繩菜 沖繩我都未去過 都是On my list 但沖繩菜我們可以先吃了 之前是我同事帶我去 然後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我又帶Mr.Honey去 然後又得到他的確認 是覺得很好吃的 後來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我再請Mr.Honey去多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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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想知道究竟是哪間 以及吃什麼的話 就跟著我去吧 來到啦 這間我吃過現在是第三次 之前吃過兩次 超好吃的 所以帶你們來吧 由我來說 我來 לי晚一點 我送你去做 那個你 我用一點點 我握手 知不知道 我們要說 吃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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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所以从1到10 how many stuff I'll give it an 8 8分 is there anything you don't like no everything was exceptionally nice I'll give it an 8 so you would recommend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everything that we've had and more if you can eat more I just couldn't eat any more that's a lot of food actually it was but it's delicious ok I would hig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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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mmend would you come back again?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I highly highly recommend I will put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I think this is good you should definitely you should call the bitter melon crisp those with the veneto flakes they're delicious yes that's very good I think we all are eating but if you're eating the fresh fruit you should be eating the fresh fruit you should be eating the fresh fruit not you should be eating the fresh fruit and if you drink the fresh fruit that's very good and I think the price is ok and it's a three-week thing you should be eating the fresh fruit when you go and eat the fresh fruit if you do not go to the fresh fruit then you should be eating the fresh fruit then you should go to the fresh fruit so you should start with the fresh fruit so we are highly highly recommend highly highly recommend I will leave my open rice to link down below and you have a chance to get ready and you can go out to meet some people or your honey and dinner so we have a chance to come out today just say it is just time 我們回家啦 我們下次再說一句啦 BYE